武汉加油 疫情发生以后 我们江林 作为全国最大的救护车的生产企业 经济响应 我们所有的员工 主动放起即将日 加烦加点 尽早尽快地生产出 不压救护车 到现在为止 我们已经生产了53台 其中20台 直接投放给了武汉域区 其他30多台 已经投放给全国其他的域区 救护车的生产 涉及到100多家民企业企业 我们继续协调这些企业 绑藏物料的供应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救护车的医疗舱 然后我们的负压在系统的核心 就在我们的一个空调的一个进风 空调是通过把外界的一些新鲜空气 过一丸进入我们的医疗舱 然后在医疗舱内 同时把病人呼吸出来的污染的气体 通过我们的负压抽风装置 进行排到车段 这个主要是防止我们整个 医务人员和病人之间的一个交叉感染 然后我们其次是在 我们利用了我们的紫外线消毒灯 还有我们的一个臭氧 来保证我们在转运完病人之后的 救护车类的一个消毒 这样以防止病人和病人之间的一个交叉感染 我们每天早上都是从早上8点到上到晚上10点 辛苦是辛苦 辛苦也值得 我们加班加点多赶这辆救护车 就为前方的救治都增加了一个希望 武汉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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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加油